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开始这节课的内容 这节课想跟大家讲一下这样的一个表达式的概念 那么我们之前经常会写出这样一个1加1等于2 然后把列表复制给变量A E或者说对两个变量做这样的一个比较 等等,那么我们写的这样的一些代码 它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这样的一些代码 即使我们不对它做出一个学术上的定义 大家其实也是都能够明白的 因为编程语言它毕竟是用来模拟我们现实生活的 所以说像这样一些加号,等号,大语号等等 我们所熟悉的符号已经是映射在我们的脑海里了 所以说你不做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定义也是没有问题 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们既然是讲课 我们还是来说一下它在Python语言 或者是说在绝大多数语言里面 这样的一些代码它被称作什么 好,那么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行行的代码 它通常来说会被称作表达式 好,那么像表达式这样的一些概念 其实在我们的一些高级的语言里面 比如说像Python 加Scribe里面 很多的书本或者是说教程里面是不会提到的 这个是为什么呢 因为表达式是属于一种非常非常基本的概念 那么在哪一个语言里面 像这样一些非常基础的概念 会被提到 C语言里面 如果大家有在学校里面学过C语言的话 你会记得课本里面讲 会讲很多这样的一些 编程最基础的概念 还有一些 比如说 基本概念语句 声名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还记得C语言教程里面是有这样的基础概念的 好 那么我们的Python里面 也有这样一个表达式的概念 我们借助一下 C语言 它对于表达式的定义 我认为C语言对表达式的定义 是非常的精准的 我们来看一下 C语言标准里面 它对表达式的定义 是下面这句话 表达式 英文是Expressing 是运算符operator和操作数 operator所构成的序列 好 这句话的定义是非常的精准的 表达式是我们要解释的概念 我们看一下表达式是什么 它是运算符 运算符我们学过了 我们上一个章节 很大的篇幅都是在讲各种各样的运算符 对不对 比如说像这样一个 复制运算符 然后像这样的一个比较运算符 这些都是运算符 那么操作数是什么 1加1加号左右两边的这个就是操作数 好 那么表达式是由运算符合操作数所构成的 根据这个定义 我们的1加1是一个表达式 把列表123复制给a也是一个表达式 把a和b做一个比较 它也是一个表达式 在表达式的定义里面 我觉得我们最需要关注的 就是它所构成的序列 这个怎么理解 我们之前在讲这个主的概念的时候 是不是讲到过序列 列表是一个序列 然后原主也是一个序列 所以说序列 首先它是由多个元素构成的 其次它有顺序 放到我们的表达式这里 我们看一下 1加1是一个表达式 那么它再加1 这也是一个表达式 你看现在我们的这个表达式 是不是由多个运算符合 多个操作数所组成的 它是不是体现了我们的组的概念 所以说它这里可以被称作序列 然后序列我说了 它有顺序一段 你只是有多个没有顺序 还不能被造成序列 我们再看一下 1加2乘3 这样的一个表达式 如果它没有顺序的话 那么1加2乘3的结果将和 1乘2加3的结果是相同的 对不对 但是事实情况来看的话 是不同的 所以说操作数和操作符 它们必须是有顺序的 我认为C语言标准里面对于这样的一个表达式的定义 是非常精准的 好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误区 很多同学对于这样的一些 1加2乘3 它可以很好的理解是表达式 但是当我们 这样写的时候 它会认为 这整个不是一个表达式 它只会认为后面的1加2乘3是表达式 但是合在一起 它就不是表达式 那么错误的理解的来源在于什么 在于你把等号特殊对待 你还是习惯于 去用数学的思维 再思考这个等号 但是问题是 我们说过了 等号在Pathon里面 它也是一个运算符 它是什么运算符 它是数值运算符 所以说整个的a等于1加上2乘3 它满足我们对于表达式的第一 所以说这整个的语句 它都是一个表达式 好 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取离看一下 这里我把1复制给a 把2复制给b 然后呢 我再 做这样一个a 按着b 然后c 那么这样 同样 它是一个表达式 因为它同样满足我们表达式的定义 甚至是 你能把1复制给a 这样的一小段代码 它也是一个表达式 好 然后我们再举个例子 c c 等于 1 加上2 大家觉得 这个是一个表达式吗 它同样是一个表达式 表达式里面也是可以包含这样一个函数调用的 函数 它的这样的一堆括号 也是属于运算符 好 那么关于表达式的概念 我们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 可能很多同学觉得理解这个表达式的概念 没有什么意义 确实是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惯性的思维 所以说你可以理解这样一个代码的话 你确实是不需要非常清晰的知道表达式的定义 但是作为讲课的话 我认为还是有必要给大家讲一下这样一个表达式 至少在你以后和别人谈论这个代码的时候 如果别人提到了表达式这个概念 你知道它说的是什么 好 那么课程的最后还是照惯例给大家有两个思考 我还是定义两个变量 A等于1 B等于2 定义三个变量 C等于3 好 这个时候 我需要你首先来计算 A加B乘以C 好 计算这个表达式的结果 然后再计算什么结果 再计算一个A等于B按子C 把这两个表达式的结果给我计算出来 还是我所强调的 知道结果还不行 还要说出为什么呢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集会再见